你能体会接二连三的感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 前面三天我没有更新 是因为又一次感冒了 接着上一期的视频 咱们继续回到我自家乡村的故事线上 原计划是返回贵州的平府村和两位阿姐 还有爷爷奶奶道别 当天晚上呢 在爷爷奶奶家吃了晚饭 咱都计划着第二天夜里 怎么去深山里搞农虾的时候 突然下起了大暴雨 气温重要 第二天醒来啊 顿时觉得浑身上下不对劲 好像又感冒 昨晚上下了好大的雨 其实 没怎么睡 还一直迷迷糊糊的 这个姐姐一早就来叫我吃饭 要不是因为下大雨的缘故 他们早就吃饭了 现在其实已经快中了 又来了 下了雨跟过冬一样 这贵州下雨就跟过冬一样 说实在的 我穿这么一个外套 这样其实还是有点冷 好 坐下 坐下 坐 别进来了 坐啊你 姐姐姐 吃饭了 你今天要去干活吗 要去的 要去啊 没有紧吗 没事 没有紧吗 啊 哇 哇 你又做这么多 哈哈 没多 没多 你做太多了 哇 昨天晚上下好大的雨啊 下好大的雨啊 我感觉 啪啪啪雷 啪啪我啪 那个打雷啊 嗯 好怕哦 对啊 那个打雷好大 嗯好大 大好大 我睡着 把我打醒了 哈哈哈 你手机都关机了 嗯 吓了 怕 哈哈哈 没怕 我还拍下来了 你又拍下来 我拍拍在这里面 哈哈哈 太丰盛了 嗯 太好吃了 太好吃 哈哈哈 不知道好吃没好吃 没好吃也要吃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有他要吃 起菜了啊 嗯 过去点多 这个菜也很好吃 好吃没 对这个菜也很好吃 又满 下面又满多 你们家种的 嗯 这个菜非常的好吃 我今天 今天不走 不走是没 对对对 下雨了 我下雨不走都 到晚餐都 反正你吃完了 好 好好好 我们吃的我两个 哈 我们吃的 好 吃完饱都算了 好 那叫什么吃 好好好 你过来了 好 我 没来喊你了 好 那你要去干活吗 我去 我来得早 哦 哈哈 哦 他两个 我感冒了 我感冒了 蛤 我感冒了 怎么又感冒了 本来感冒没好 然后这天气糟糧了 你们已经放学了 你们已经放学了 那我们放学 我们逃学 对 我们是上海学生 没有逃学 看我后面真的没有脱 哎呀 嗯 又开始睡觉 嗯 嗯 不是我想睡觉啊 是身体已经卡不住了 看到没有 狗罐头 狗罐头 我们都不吃这个 狗都吃得比你们好 你们是肉肉 我也有 我家有泡沫 有一个女牛吗 你看狗都吃得比你们好 那是猫的东西 肉肉 你晚上 你晚上都吃什么 我晚上 我晚上都 我也没他们吃得好 那你还是我们 对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 这是一个梗吗 就是 就是嘲讽啊 我也活得不如狗 哎 你们把那个盆拿过来一下 坐好 坐好 你先坐好 没有 那是鸡肉吗 那是鸡肉吗 对 应该是鸡肉 我也不知道 哎 搅拌 有一种味道 有一大会儿 姐姐要捧 嗯 嗯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 你们把我吵醒了 我看一下 我们 可是我们 可是我们有点小鸡肉而已 对对对 你们去看他吃饭 哎 姐姐 哈哈哈 干完农活了 啊 刚刚回来吗 嗯 刚刚完 吃了好多菜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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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因为姐姐她叫我去吃吃菜 你们看他吃东西解不解压 不解压 你们不是嘎绷碎吗 听着就很解压 她说的不是我 你说的 这啥噶 呀 他自己跑进去了 这两个 你还自己跑进去了 他们两个自己跑进来了 招呼都不打 好 习惯了 坐好 坐下 快 摸下 摸 跟那些小朋友分开过后 这会儿天冷了 又加衣服了 真的像过冬一样 这两个 其实我非常不好意思 跟人家说 台湾两个好主动 这两个太主动了 把这种不好意思的尴尬化解掉了 怎么 你怎么 过去坐好 听话 你们这边家家户户的灶台 好像都是这样 你们这边很多灶台 我灶台有 都是这样做的 这个美好的 关的 要做新的 要做新的 嗯 这个炒好了吗 炒好了 你端过去 老的灶台 还跟 过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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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吃了 很好吃了 没吃 他今天吃过 吃过的 那个 他不吃 他不吃 我喂过的 你喂过的 嗯 吃饱了 应该是 应该他不爱吃了 那个安妮 他比较爱吃 这个菜很好吃 这个菜很好吃 好吃吗 嗯 太不好意思了 我吃了那个辣椒 然后肚子痛 本来就着凉了 这儿好难受 我看到村里面的卫生院 来买 看有没有药 不是这里 找不到 黑漆区的 估计关门了 哎呀 我这个 感冒好像 一个周了 真的 一个多周了 啊 这两天又糟粮了 肚子又痛 防不胜防啊 这个降温真的 突然一架子 缩姜就降 感觉就像 过冬天一样 货不担心 本来以为 感冒好了 然后 又搞严重 躺下睡觉了 一直说想要更新做视频 然后去拍摄 就一直都因为这个原因 就其实 我生活是肯定能自理的 只是这个状态会非常的影响我工作 睡觉了 睡觉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